同學們好,來看一下雲科大的研究所考題 上面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做一些簡單的部分分式 才比較好做拉式版轉換 我的想法就是說 它能不能變成s分之多少 還有s平方加5分之多少 合併之後是1 所以一定要安排這裡是放1分之5 如果5分之1乘上5才會是1 可是5分之1乘上s平方會產生正的5分之s平方 所以這裡應該要安排負的5分之s 跟它產生的像是比削掉了 然後來再繼續做調整 像第一項的話可以變成5分之1 放在拉式反轉換的外面 因為這個反轉換也是一個積分的過程 所以常數可以放在積分式外面 後面來像呢 負的5分之1可以放在外面 但是我又想到它要用的公式 應該是這邊放1分25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還要再把 喔不是 多東西不用喔 我剛剛想到另外一個 還是放1分5的 減掉1分5乘上s平方加5分之s 而這個5可以想成說是更號5的平方 哥倫有這樣寫的目的 是希望它變成能夠拉式反轉換的公式 剛好套用 剛好套用那些拉式反轉換的公式 誰的拉式轉換變成s分之1呢? 就常數1啦 所以反轉換之後就是5分之1乘上1 另外一下類似這樣的想法 這種函數形態它應該是cos√5t變過來的 就把這個再整理一遍就好了 所以5分之1提出來之後 裡面的像是就是1-cos√5t 以上是這個問題的一個解答說明 謝謝大家